所以在那時候發現我做 YouTuber 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反對 你說整個社群一起反對嗎 對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 WhatsApp 的那個群組 然後這件事我都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因為那時候 一直被重傷 然後我爸還在 所以那時候 為了要保護我爸的名聲 所以我那時候直接把所有 IG 性感的照片全部下掉 但是 YouTube 的影片下不了 因為那是跟公司有關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突然說 為什麼你的照片都不見了這樣 然後我也沒有解釋 我都不敢說 但是現在終於有機會說了 但是主要是那時候是在意爸爸的名聲 然後加上爸爸 他認為這樣是很丟臉的 但是他又想保護我 他們就是一直會 講一些話威脅我爸 比如說什麼要叫那個 阿拉伯大使館的人把我抓回阿拉伯啊 然後可能會把他用石頭把我炸死啊 之類的 拿槍開我啊 這種這種話 可是我都不知道台灣有保守到這個 他們就全部就都是阿拉伯人 然後都是回教徒 然後是台灣的 居住在台灣的一圈阿拉伯人 哇 都來台灣還這麼保守 這 但是也有遇到 理解我的 當然 爸爸的朋友 然後他說他 他能理解我 現在做的一切 然後我也有跟他解釋說 我不覺得我做錯什麼事情耶 因為我現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沒有在傷害我自己 我也不是就是把身體打開來讓 就是給人家瘋狂的進入我 真的發抵 你說像是像是我們的錄音室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對 對 很多人用的錄音室 因為 你覺得你看這個影片中的女生 你會想娶她嗎 呼聲說會啊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棒的女孩子 然後我爸就一直搖頭說 那是你們台灣人的想法 阿拉伯人不會娶這樣子的女孩子 回教徒的男生 不會娶這樣子的女孩子 我就說 可是我沒有想要嫁給那樣子的男生 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我的工作 我為什麼要嫁給他 他就說 你不能 你就只能嫁給回教徒的男生 就是 我爸就是很堅持這樣 但我滿好奇 因為 那個時候的狀況 你那時候已經有一個小孩了 而且你18歲就懷孕了 那個時候沒有 對 反而是那時候 他沒有對你有 這麼大的反應 對啊 應該說 因為我那時候 結婚了 所以他覺得結婚就算了 但是因為我離婚 然後分居 這件事情我爸其實都不知道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去外面工作 賺錢養小孩 我爸都不知道 是我 我們全 很猛耶 我們全家人一起隱瞞他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話 我是不可能在外面工作 賺錢養小孩的 甚至到那個時候 我就問他 因為我爸就說 你為什麼要隱瞞我這麼多年 我就說 因為 爸爸我就問你 我那時候如果跟你講了 你會怎麼做 他說我會叫你回來住 我說對 那我回去住 請問我住在英哥 跟你們住在一起 我要做什麼工作 可以養活這一個孩子 他說你可以做Saven 我心想 好 好 好 做Saven 也 也許養得起 但是 也許 但是 但至少我 我還是靠自己養活這個孩子 然後至少養得還不錯吧 就是 然後甚至家裡現在是 不管有任何的經濟狀況 甚至家 那時候家裡有一些就是 債務的狀況 都是我一 就是把它解決掉的 那我會覺得 我不求你們感謝我 但至少不要阻止我 做我想做的工作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距離抗爭的 距離力真的很久 最後 我爸就妥協 就是說你如果要繼續住在外面 然後做這個工作可以 但你要把所有 跟那個胸部有關 或是太裸露的照片 全部下掉 然後以後不准再拍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 突然開始 進入轉型之路 這是我為什麼要轉型 那時候突然強制轉型的原因